今年6月27日陸委會就已經有對於中國的旅遊警示 這個有陳設的警示 那也就是提醒國人 因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那理由是因為中國政府近年來 已經威脅到 嚴重威脅到國人的人身安全 那我想本期想要請教就是說 針對中國近期為了吸引台灣的首來族 而祭出的中國的各個景點 一年內免門票的這種優惠 那陸委會有什麼樣的因應方式 或有什麼樣提醒國人的 非常感謝委員關切這個點 那近期中國大陸為了刺激他們的消費 特別是為了增加更多的旅遊 推出了包括景點免費低價團 等等的一些優惠措施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要呼籲國人 最重要的是人身自由安全的風險 那比如說您剛剛提到我們在六月底發布的旅遊警示 最主要是針對六月二十一號他們發布的成都二十二條意見 這個對國人的人身自由安全的風險影響甚大 那這個法律呢基本上它界定的非常模糊 而且設計上也充滿了各種不文明的一些制度 包括這個長臂管轄 終身追訴 缺席審判 以及判處死刑 還有沒收財產這些相當不文明的制度設計 所以我們加上又鼓勵舉報 所以我們呼籲國人附陸要關注自己的人身安全的風險 評估是不是附陸港澳有它的必要性 如果決定一定要去的話 也在行前呢能夠在陸委會的網站 附陸港澳這個動態登陸系統 登陸您的聯絡方式 以便當有事情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給予即時的協助 好 謝謝主委